Hello 大家好 我到新山了 刚刚下飞机 看一下这个时间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线上 换去把安全带 Hello 坐车完全把安全带 刚从槟城回来 刚下飞机 那在飞机场就换好衣服 准备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所以趁现在去的飞机场去 酒店的路上跟大家互动一下 做一个直播快速 因为不然等一下去到那边 我今天晚上是没有时间做直播了 还好赶着机回来 那一下飞机就赶快去厕所换好衣服 就打点好了 所以现在就准备过去 我今天的宴会是在 阿玛利 Hotel 在新山的阿玛利 Hotel 今天很赶了 一大早 早上大概四点多五点就起来了 准备好东西 那就赶快跑飞机场了 那这几天都是这个样子 好像每天都在跑 前天我在基隆坡 昨天我在新加坡 今天我在槟城 哇 那日子排时间排到好满 嗯 嗯 OK 所以现在是我看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吧 从机场去到酒店那边 就不知道会不会下一次 我看一下啊 我们趁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浮动一下 OK 看到你们的留言 你们好 你现在应该是吃晚餐时间吧 很多人可能正在准备吃饭 那我的晚餐是在酒店 等一下有个晚餐 嗯 那是 一个发展山的 Hurry Riot Open House 所以我一定要去支持 所以很多 我很多朋友在行山 尤其是发展 发展山 或者是一些developers 我们都是好朋友 那很多时候交道 你不可能不去啊 都蛮多累 我还是尽量充时间 过去一下 OK 啊 充凉也没有时间 完全没有充凉 就直接换衣服 喷一点香水就OK啦 就准备啦 晚上OK吗 声音清楚吗 OK 所以啊 我想到 等一下晚上很多应酬啊 要跟他们打招呼 讲话之类 所以又怕这个活动 会搞到很热 所以赶快趁现在on the way 过去的时候 就跟大家浮动一下 助理在驾车 所以我有时间跟你们 一起互动一下 好 对吗 助理驾车驾好好 小心一点 OK 嗯 是啊 在车上做直播 因为唯一能够抽到时间的 唯一能够抽到时间的时候 就赶快做直播 好 而且也看到你们的 comments很清楚 那这几天可能 忙来忙去啊 跑上跑下 所以感觉到 可能有一点 啊 有点累啊 但是生活过得很充实 因为很多时候我在分享讲座 但是又看到很多粉丝 所以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些经历 一些经历 大家看到我也开心 我看到你们也开心 OK 那么 嗯 今天啊 因为今天是一个dinner 是一个晚宴 那么明天后天 我又开始投入在我的工作里面 那7月1号又有新的一个讲座会 那是在JB 在星山 OK 所以可能在星山的朋友 你们可以过去那一个讲座会 我们又可以见面了 因为我这几天见的是 基隆坡的粉丝 见了新加坡的粉丝 就他星山的粉丝 我们还没有见面 所以7月1号会有一个讲座会 那这个7月1号的这个讲座会 在几点和什么地点呢 你们留意我的面子书 我到时候才放进去 给你们知道 有人问我今晚西班牙会赢吗 踢球啊 我不会 大家晚上好 其实啊 其实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发烧 OK 可是啊没关系啦 我们吃了药很快就好的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生活 不允许我们生病 那我们都要每天都要做工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那进来就比较有一些想法 就是因为可能太忙了很多事情 要做很多计划 那时间总是觉得不够用 每一天每一天的时间 只有24小时 花了6个小时睡觉 那剩下的时间呢 好像都不怎么够用 还要去规划新的东西 还去想很多东西 那一直在想这个 那又有好多学生 在跟我学风水命理之类 所以这样子哈 所以又想到那一个责任 又在那边 那要怎么处理这些学生 那还有我身边有很多顾客 需要我的指点 那么真的一天24小时 是非常不够用的 所以我在想 这一些跟着我一起来学习 风水命理的学生 我要怎么 怎么好好的教育他们 或者是怎么安排 抽时间给他们 这也是我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几天 都一直在考量这个问题 那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 其实我在想 我每次都在想 那我搞课程 有在教风水 教一些基础班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教到 专业班上去 那么 教那么多学生 在基础 基础的过后 进入专业班 那更加要花时间 因为基础班 它可能可以三天 我们就学会一些基本的东西哈 那可是进入专业班的时候 那的确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搞不好我们需要半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上课的话 我们需要半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半年里面 我是否能够 每个礼拜抽时间 这样子来教他们 所以我也是在考量 这一个问题 那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可能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以翻上来讲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到的就是 那我教的这一些学生 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想要好好去做风水教育这一块 因为我始终觉得风水师哈 风水这风水命理这个 它其实主要是一个教育来的 它不是 它不是说 真的只是为了赚钱 当然也很好赚钱 这其中一个原因 很多原因我会觉得是一个教育 是一个责任 那也涵盖着很多社会责任 也有很多道德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对于选择 我教的学生其实挺严格的 那很多学生在我手上学了一半 或者是甚至还没有一半 我都还没有教到一半的这个水准 那我只教了一个初级 然后再比初级高一点点 这样子罢了 那正式去到中级都还没有 我还没有一个学生是有中级 也更别讲是高级和专业 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学到这些东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当我一路在教 我们就开始了解学生的行为 人品 这些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当你再教下去 你会发现到 学生的行为人品 不是我想要的 或者是 那个态度不怎么样 不怎么好 那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展现出那一种态度 那一种作风 那请问接下去还能够教吗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会停的一些课程 就是因为我觉得 不值得教 不值得教 那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我很宝贵的时间 因为我时间的确很不够用 那么很多时候 我认为教书 拼不是在赚钱 因为我不缺钱用 OK 那教书 他是在传承 因为最主要就是 把我懂的东西 把我的态度 我的一个思想观念 传承下去给下一代 所以一个师父 一个学生 他能够传授的 除了学术以外的知识 他传授的是他的态度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如果能够接受到 或能够喜欢那个老师的态度 那跟着他学是正确的 如果纯粹只是花钱 来拿知识 那我觉得我不需要那种钱 我也不想教那些人这种知识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课程听掉 我也替了好多学生出去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啊 因为我又不缺钱用 那我也何必把我懂的东西传承给你 然后你在外面不懂 以后你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从很多 学生的那个态度来知道 他以后未来 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很简单的一个就是 尊师重道 那基本的尊师重道都不懂 都不会的话 那这个人还可以用吗 通常都不可以用 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些东西 那当我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就越没有时间 去一个一个的去了解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要分很多个level去filter 一路教一路filter 把人filter出去 可能现在有百多个学生 可能到时候毕业的只有一两个 因为一路踢人出去 那我有这样子的习惯 我会把人踢出去的 那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上课 主要其实不是收钱 所以我的上课我都希望 都是免费的 那就是的确就是 我要那个态度 我要那一个真的是 有那个社会责任在里面 那我就慢慢的教你 但要配合我的时间 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OK 那当这些耐心 那这些基本的 对老师的尊重都没有 我是一心想着我赶快学 学会了我要看风水 我要做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学生我会觉得去外面学 去外面学 去外面学 花钱去学知识的那一种 但是来学态度的这些 我就觉得不可以 OK 明白吗 这几天的感触 所以在这里反正在车上闲着 就跟你们聊一下 所以很多人就会PM我 会告诉我 我很想跟你学风水 但是学风水 你们是秉承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OK 是真的是 学来 因为觉得风水是好赚钱呢 还是 学来 帮助人 帮助人我觉得 不大需要了 因为不大需要 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了 以后帮助人 我们学来知识 学风水命理 其实先了解一下这个 宇宙环境空间 个人的一些东西 它其实跟 跟一些很像 我们的一些 一些很像佛教的教育 还有跟很多东西 其实有很多关系 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观念 我觉得风水学里面 很多时候 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观念 你跟着什么样的师父 你就会有怎么样的 那个想法出来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再结合自己本身的 本身的那个想法 然后那个风水自然就会形成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 他有他独特的一套风水学 但基本的那个学术性的东西 我们就不能够把它 把它很像完全改掉 自己串一套 这个也不行 所以有很多很多里面 说不完的说不完的那个 道理在里面 所以你看 要教学生 还要细心的去filter 还要细心的去考量 就的确不容易 所以不是说你有钱 你想学就有 那很多 当然又有很多外面很多学校 很多学院 或者甚至一些 在外国也有 我觉得在外国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香港很多 台湾也很多 就是你花钱去学习 花钱去学知识 可以这样子 但是当你真正拜师 真正要跟着一个师父 去学习他的东西的时候 应该就不是这样 那的确要慢慢的去选人 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 我时间太不够用了 太多东西做了 所以如果花时间去教了一大堆 对社会没有意义贡献的 然后就是那个 思想上不大健康的 这些学生 我觉得我不要了 对吗 你们同意我这样子的说法吗 ok 所以跟我学习的 学生一定要很有耐心 有很好的态度 这是我非常 非常重视的 非常非常重视 ok 看你们有什么留言 这个时间大家吃饱了吗 ok 这是 稍微放一下老嫂 讲一些东西 ok 每个人看人的感觉不一样 我比较敏感 我从以前从小小就对人和人之间的 那个感觉很敏感的 ok 所以好人坏人还挺容易分的 那有思想上的 那可能 所以我们就蛮会观 观看 观人 ok 刚好又会面相 又会八字 又会命理 人又比较敏感 所以在观人这一块还算蛮蛮厉害的 ok 所以当 越懂得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东西越来越失望 这就是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一块 很多人不了解 只认为我花钱 我跟你学 我就一定要拿到我的知识 那对我来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我来说是态度 态度最重要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 那我觉得 我不大需要教 或者是他一心只想着 我赶快学完了 我赶快赚钱 这样子的态度 我觉得也不大需要教 ok ok 你们有什么 要 聊吗 一直我自己在讲 看着你们的comments一下 嗯 看一下哈 天色开始暗了 现在就赶着过去哈 因为晚宴开始了 其实我不大喜欢迟到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刚下飞机 那一下的飞机 就赶快去厕所换衣服 ok 然后就赶快就加车 坐车过来了 看一下你们有什么comments啊 有人说 其实我不是对我的学生 我们全部的学生很失望啊 只是可能还对不到新的啦 能够找到对到新的 其实很少啦 因为我觉得我时间很宝贵 所以我想 我的时间其实就是生命来的 因为人的生命很有限哈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每一刻 我希望都用在有用的 有用的人的身边 那我不喜欢交出一个 我觉得我 我不大需要栽培 这样子的人 啊 啊 就是缘分啊 缘分没有到哈 所以我只 只要有缘分的 只要我觉得 啊 很多东西一定要 那一个感觉一定要到 ok 那一个心态也要正 所以自然就能够 我们就能够同一个frequency 我们就能够自然就能够 click在一起 ok 所以要找到合一的那个学生 的确不容易哈 不懂去哪里找 ok 所以那个学生就要跟我多交流啊 当然又有很多不错的啦 又有很多不错的学生哈 只是可能很多人很含蓄哈 要时间去了解 啊 彼此要时间去了解 去适应 所以我就想了哈 那我就做了我一个 类似风水学会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一个场地啦 就是给大家 可能每两个礼拜来交流一下 大家互动一下哈 从中慢慢去了解个性性格 不急着交 不急着交 主要就是了解性格 去看他们的态度 那慢慢在从中挑选好的人来交 这就是啊 我一直想要这样做的 不急着交都满街风水师 乱七八糟的 ok 是不是也称自己风水师 那个态度 那个方法没有 然后又很喜欢 可能就对 啊 什么这样子哈 给人很多误导 或者挂着我的名号 我是包一帆的学生啊 之类这样子哈 其实真是从我手上毕业的 还没有出来 ok 那基础班就好多了 满街都是啊 那基础班这里我都一个 我看两百多个人了 就好多好多 而进入专业班的 其实一个都还没有 因为我正在慢慢的挑选了 ok ok 差不多了 这个天又开始暗了哈 不要要求太高哈 那没办法耶 我对很多东西要求都很高 包括对了自己 有人叫不要要求太高 啊 可是因为啊 对 对 这是一个社会责任 ok 这是一个 呃 所以为什么我睡眠睡眠很少 我睡很少 因为有太多东西做 很多东西有亲力亲为 亲自去处理 那很多时候就算在教育 你们在在做这个风水讲谈也好 水晶讲谈也好 这些我都是经过很深入的去研究 然后很用心的去做 那一些让大家能够从我的直播里面 学到东西 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以最简单的方式教大家 所以这些都要思考啊 那这些谁做我自己做的 所以这就是我对了自己的责任 对了自己的要求 在我自己的表现出来的东西 包括我去演讲 我准备的每一样东西 我都要求蛮高的 所以来到这一年 2019年 2019年来临的这一年 我也是在想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要做什么东西更有意义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在2018 我已经在思考2019 甚至2020 我也开始慢慢去规划很多东西 那这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生活 充满着充满着希望 充满着热情 充满着态度 自然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我做的东西也会比较容易成功 所以我们人不可以有惰性 最怕就是懒惰 不要去思考 就是我们应该要 我们叫居安思危 对吗 所以要有一点点这样子危机意识 然后想东西要想的比较长远一点 那么就算现在好吃好住的 不愁吃不愁穿也好 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 活着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修行 每一天都应该是过得有意义 而不是每天我去做工 放工回来睡觉 看电视开开心心 然后这样子又混了又一天 对我来说没有这样子的日子的 我每一天都是真的是过得很充实 每天都见了好多人做好多事情 包括拜六礼拜 所以你们看我哪里有休息的时间 拜六礼拜也在做工 公公就要去更忙 更多东西做 那一方面我自己本身有个水晶能量产 所以很多人来的 可能也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的 或者生理上的问题 或者是需要补助的 所以很多人会过来我水晶能量产 这里 那一有时间我就会跟他们聊聊 看看一下能够有什么盘住的 之类这样子 所以我一有时间我都做这方面的付出 所以我从来很少自己享受的这个聚会 对我来说不重要了 ok ok看一下 所以在 其实我在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想做一个讲坛 是想做水晶讲坛 但正在筹备中 因为在制造这个水晶讲坛 当然我希望把正确的资讯传达给大家 然后我自己还要去做很多 research 很多研究 去准备那一个容易表现呈现的方式 给大家 让人家 让你们在看的时候 然后就很容易学上手 ok 所以你看做一个讲坛其实不容易 我们都很花心思 真的是很花心思 那不止我有压力 我的团队也有压力 每次老师讲一座讲坛 全部人都很紧张 好多东西要跟我一起去配合 去做 ok那7月9号又要出门了 又要飞了 所以很多东西要赶在这之前做好了 当然我在7月9号出国的时候 我也会做直播 给你们看看一下 其实我在出国在干什么东西 去找新鲜的东西带你们去看一下 可能你们比较 没有想过的地方 这次去的地方比较冷门一点 ok 当然我也会去一趟东海 东海都是 我去中国 我都会去那里跑跑一下 因为那边有好朋友 已经结识了一班好朋友 ok ok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ok 天色开始暗了 还没到酒店 现在在淡杯 这里是Skudai淡杯的路上 从机场出来 现在经过淡杯了 其实对了 我看到Elaine Trump讲 人活着的每一天其实就是在修行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做的每一件事情 尤其是遇到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不是偶然 应该都是必然 我们都应该必然会遇到这个人 包括你身边的 你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面 都一定有一个原因 一定有一个因果因素在里面 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做这个修为 那要在我们活着有限的时间段里面 去完成这个修行 所以讲 为什么要算命 就是去计算一下 到底到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能够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自己整天也在算 所以每次在倒数中 哎 赶快啊 我剩下多少多少时间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修为要去做 那尽量就把它修好 这一次 看一下哈 刚从槟城回来 还问我什么时候去槟城 早上一大早就去了槟城 然后就从槟城回来 看一下哈 等一下到了酒店 我们就要关下线了哈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 OK现在到了 Daman Tasek这里吧 这里Daman Tasek OK 这机场去那个 Amali Hotel 其实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OK 就趁在这个 车上 这半个小时里面 我就跟你们做一个互动哈 所以起码每天都做一个直播 有个交代之类 这样我觉得比较好 OK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你们要做LiveTrap吗 可能我们引拜一个人来做LiveTrap 一个人讲有一点闷 OK 有吗 有人要做LiveTrap吗 其实我曾经有想过了哈 把我的那个风水的基础放在线上 就教更多更多的人认识风水 但只是建立在基础哈 那专业的话可能会 会慢慢选 或者是介绍你们很好的一些风水老师 你们也是可以跟着他们学习哈 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 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教育 这不大可能 那所以其实是在 在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很好的风水老师啊 OK 车一直换来换去啊 看着这些字会头晕 OK 还有什么你们想听的呢 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讲 OK 那么 其实 其实 现在这个行情 因为这几天我们做的都是房地产讲座会 房地产讲座会当然也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政府的新政策 新政策里面当然也有他 一些改变的一些 一些计划之前 前前首相 前首相策划的计划的一些project 大project 那就 postporn的一些project 所以可能也有一些负面的一些 一些想法 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对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 这一个投资出现观望的这个态度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做这种讲座会 其实这几天的讲座会 其实大家都应该去出席是蛮不错的 因为这些讲座会里面你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听一下专家怎么讲 听一下专家如何分析新政府改革过后的这些政策 那对于对于未来我们投资房地产方面 我们要怎么去考量 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身为平民 我们身为人民 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这些政府的内幕的一些消息 所以要多参与一些讲座会 去听去学习 那从中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 那么有助于我们去投资 这是我蛮鼓励大家多去听这些讲座会 很多讲座会都是免费的 而且都是一群很有热心去表达这些资讯 传达这些资讯给很多很多人民 所以我们有机会有缘分的话 应该过去听听看的 当然我也在讲座会里面讲很多 关于房地产的风水 那主要其实其实我也蛮鼓励大家 可以往房地产这方面去考虑 因为房地产毕竟属于比较安全的投资 那房地产现在你拿掉GST了嘛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属于比较值得 所以GST拿掉过后很多人就开始买车买东西 因为比较便宜了一点便宜的6% 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是在想要买什么东西了 开始就会心痒痒了 但我想买车你们觉得好吗 买车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奢侈啦 是浪费啦 因为车子不会增值 可是房地产投资这方面 其实他是会增值的 OK我到了JB道了 新杀市区了 所以要到那个酒店了 我看我们的直播就讲到这里差不多 等下去卡巴那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线了 OK所以今天的直播就给大家一个交代 所以起码在线上我们互动一下 那么明天的话尽量抽时间再跟大家做一些互动 做一些直播 那接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一下房地产的走势 然后多注意一下这些发展商能够给的一些offer 因为我整天跟很多发展商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抓这个投资的时间点 OK 那么其他的就是能够的话 近期里面的直播我都尽量touch一下这个房地产 然后提醒大家记得如果你的 如果你经济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考虑往投资这方面去 OK 就这样子了 OK 所以谢谢你们的时间了 拜拜 晚安 大家记得吃饭 幸亏我感得及出席这个烟灰 好的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了 OK 晚安 明天几点啊 有人问我明天几点做直播 明天做直播时间段不一定 因为我要看情况 能够的话我都尽量选在工作时间office hour 那么回到家就没有这样累 因为晚上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我每天晚上都在做东西 OK 所以随眼啊 要看我直播的朋友 OK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时间 拜拜